别开门 他不是个门铃鸡 假如我重生回到末世前 千里姐 这儿是鸭 别动 把吃的浇水 千里姐 别冲冻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吃的 之前七哥在群里说 他们屋里有傻钱买了一大包吃的 现在不光我知道 这都不就知道了 七哥你打怎样啊 我怎么知道小文之前说的是真的 我本来只是想嘲笑他一下的嘛 小文 这下咋办了呀 你害什么 七哥 别害怕 其实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未来的你们担心自己下不起手 所以派我来干掉他 否则他会害死你们呢 我总不记得未来有他 未来的人们研究出一种药丸 只要吃下去就可以抵抗疾寒 这点 那太火了呀 等一下 哎呀还等什么 再不吃你们都会糊涂冻死呢 照你这么说 不吃就会被冻死 那你又是怎么成的 药丸被研发出来没被冻死的呢 啊 你到底是谁 这药丸是什么 哈哈 这就是病毒 过不了头就突然变成丧尸 然后改变整个世界 不对 上一世明明只有疾寒没有病毒啊 难道生活产生变数 小文 还没怎么办呀 把解药救出来 没有解药 自求多福吧 哎 完蛋了 小文救救啊呀 怎么和上一世不一样 难道我不是重生 是脾心是空 哈哈哈哈 小文 内作 刺激波 七哥 你咋咋诈嘞 行行行行 你也在咋诈呢 咕咕咕咕 这是我女朋友二流的 这么疯狼了吗 就喊她过来和咱们一块带着 我杀死我了 开个玩笑嘛 放心吧 我哥会带着救援就来救挡的 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杀七哥 亲爱的快开门呀 我是大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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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